法師,各位同學,大家好。 很歡迎大家來聽這個課程。 我們看看今年這個課程。 原裝法師駐,我猜大家都耳熟能長, 對於新平和取西經,之後再翻譯經典, 應該都聽了很多,因為很多故事, 甚至乎是話劇、電視劇等等都有很多, 所以應該大家都很熟悉。 我在這裡講這個課程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亦都想介紹給大家知道。 當然在這個課程當然是講原裝法師的新平。 新平的資料在哪裡呢? 就根據這個著作,一本, 叫做《大唐大慈恩智三藏法師傳》。 因為原裝法師在翻譯經典的過程裡面, 去到比較重要的時期, 就在這個《大慈恩智》, 就有一個《易經院》。 所以《大慈恩智》, 就沒有講到原裝法師的名字。 是嗎? 但慈恩法師就是指原裝法師。 而這個是原裝法師的傳記, 就很詳細講出它那個新平的背景, 各方面的東西, 以及去西域、印度、留學的過程。 全部有很多重要的內容, 都在這個《三藏法師傳》裡面。 但這個是一個古文所寫成的一個傳記, 現代人讀是比較困難的。 所以我就選擇其中一部分, 就會解讀給大家知道。 在解讀裡面, 我選取的內容, 就會包括這些。 這個大師的出身, 他的出家, 和他出家之後的各種學歷, 即是他在遊學各方面, 他學到什麼東西, 然後怎樣啟發去西遊行程。 去一個這麼遠的地方, 一定是有他的目的, 有他的目標。 他的目標是怎樣呢? 還有什麼因素, 就令他立一個這麼大的志願, 去印度這麼遠的地方求學。 還有他在西域和印度各地參學的過程, 參學什麼東西呢? 學習什麼東西呢? 這些也都我們需要知道。 而這些是在很多其他就這樣講故事, 是不會講到這些地方的。 我會在這一堂講這些。 這個參學是很重要的, 因為他作為一個被譽為三藏法師, 三藏法師即是經歷論很熟的法師, 他學什麼東西呢? 是否對我們有啟示呢? 如果我們要成為一個佛學專家, 或者是佛學方面有全面的知識, 我們就要知道延藏法師學什麼東西。 這個就是給一個指引我們, 我們將來如果要學全面的佛學時, 哪一些經論是很重要的, 我們要了解的。 好,回來之後他的譯經那方面, 譯經亦都表示他拿了很多經典回來, 當然在他一生之中不能夠譯光, 但是他選擇那些一定是有他的重要性, 和他覺得是值得花他的時間, 和他的精力去做這件事。 所以他譯經那個範圍, 和他的內容, 他的分佈, 他的分類, 亦都是對我們來說, 是一個很重要的啟示, 就是我們學習的時候, 他這個系統, 他譯經那個系統, 亦都是表示給我們知道, 我們要跟這一堆系統去學。 所以都不只是知道他一些故事就算了, 而是說在這個故事之中, 有些什麼重要的東西, 都告訴我們。 最後他的事跡, 即是他離世的時候, 他離世臨走之前去做些什麼東西, 又很重要。 這個也是給我們參考, 我們將來走的時候, 我們要做些什麼東西。 當然他是一個高僧, 他走也有很多奇蹟, 即是很多所謂神蹟的東西。 我們會看到, 他是一個一生這麼努力去弘揚佛法, 對後世有這麼大影響的人, 他臨終會有什麼特殊的狀況。 這個也是作為一個佛教徒, 是去加深我們的信仰, 我們信仰的力量, 和在信仰之中, 如何和佛菩薩有一個感應的。 諸如此類, 這些也可以給到很多的感召給我們。 所以在元莊法師一生的經歷, 顯示了大師的志願, 他志向的高遠, 一個很廣大的一個元歷, 和他人格、品德各方面, 是那種完美、完容的地方。 而他畢生所學的東西, 亦都是指引我們, 所以我們應該都盡量在我們這一生, 學了這些東西。 至於他的修辭方法, 他那麼忙, 他如何修辭呢? 他如何進行逆經的計劃呢? 他是不是要有很好的計劃呢? 和他實現能力要很強? 這些亦都是指引我們, 我們做事做人又要怎樣。 所以這些, 他的修辭, 他的學養各方面, 都是對我們來說, 是非常有一種指引的作用。 這些全面, 就是全體的魂法各方面, 亦都可以在傳記入面, 可以看到很多這些資料。 傳記入面, 亦都有去遊歷很多國家, 各種遇到甚麼人, 有些情況, 那些是比較瑣碎的。 所以遊歷國家的方面, 我就不會全部講完, 亦都大家聽會很悶的。 所以我會選, 在遊歷, 譬如某個國家去遇到一些重要的事情, 那些我就會選一些來講。 所以, 在我們十幾堂的課程中, 這個法師傳不是全部講完, 但我會選一些, 我覺得比較重要的地方, 就會講那些方面。 大致上, 法師傳就是講這一堂東西, 我就會根據這個物諾去交代, 我們怎樣讀這個三藏法師傳。 萬一我們的課堂, 如果是講完這個, 我基本要交代的, 又講完, 還有堂數證, 我就會再講一些, 跟原尊法師思想, 或者各方面的東西有關, 我再另外一些專題去跟大家講。 但我首先要處理了, 我這個課堂是講這個傳記, 所以我首先這個傳記, 最重要的東西我要先講給大家聽。 如果這裡是交代了, 還有時間剩, 我就會再講其他的專題, 那些就要遲一步再再決定。 這個就是, 我講這個希望, 對大家是有什麼呢? 有感召和有啟發, 而不是只聽到一個故事就算了。 我們看看講義。 講義的設計, 我也會這樣的。 首先, 我會將原尊法師的生平, 做一個概要先。 因為傳記, 它有很多方面的講, 以及涉及到很多國家。 它這麼長、 這麼闊的範圍, 大家不能夠有一個整體的感覺。 所以我想, 當你讀傳記的文字之前, 首先有一個概略的, 介紹一下原尊法師整體各方面, 有一個全面的了解。 至於它裡面的細節, 將我們再讀到法師傳的時候, 才再處理。 也有一些地方, 是法師傳沒有講的, 而我需要先交代給大家聽。 所以, 第一個部分, 講那個生平的概要, 一個大概給大家知道。 當然它跟後面會有些地方, 是會重複的。 但是, 整體了解了之後, 才再進入那個三大法師主裡面, 就選一些文章來讀。 那個就要消文了, 那個就解文字方面。 那原尊法師, 首先我們看看它那個新年。 它新年有幾種講法。 它死的年代是知道的, 六六四年代是確定的。 但它什麼時候出生呢? 這個就有幾種講法。 最流行的講法是這兩種。 一種是六零零年, 一個是六零二年。 將來我讀到那個法師傳的時候, 就要選其中一個。 選的時候, 我會選這個, 後面這個, 六零二年開始。 但大家看其他資料, 可能它是由六零零年開始的。 大家有個概念知道。 因為它的出生沒有一個確定的紀錄。 但它死的年代當然知道。 這個就是六零零或者六零二。 這個就是它的出生和死亡的年代。 即是說原尊法師是六十幾歲。 一生大約六十幾歲。 在唐朝來講, 可以說是很有名的高僧。 可以說是最有名的高僧。 它有名的程度, 是因為不止是向中國有名。 向西域、印度, 甚至乎現在我們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世界知名的一個高僧。 俗稱叫唐三藏。 唐三藏法師, 多數是指他。 但其實在佛教來講, 三藏法師不止一個。 凡是經律論很熟的法師, 都叫做三藏法師。 所以其實我們歷代有很多三藏法師。 唐代也有很多位。 譬如義正法師, 都可以叫唐三藏。 他也是經律論很熟的。 但因為這個是太有名, 和西游記經常講三藏法師。 唐三藏這個名字, 就好像是原尊法師專稱。 實際上不是他專稱。 佛教很多真人都可以叫做三藏法師。 唐就是指唐朝。 其他三藏法師可能是不同朝代的。 這個是唐朝的三藏法師。 特別多數是指這個原尊法師。 他是為了求證法, 而去印度遊歷。 求證法的意思是怎樣呢? 將來我們會看到, 是因為在佛教傳入來中國的時候, 在印度已經發展了一段長時期。 然後到中國有機緣去接觸佛教的時候, 佛經傳入來的時候, 就不是根據印度發展的情況去譯出來的。 那些經典。 是當時流行什麼經典, 或者哪一些來中國的真人, 他是屬於哪一方面呢? 他就譯那方面的經。 所以他譯經的時候, 不是系統式的譯經。 亦都不是根據發展的次序, 而去譯的。 而是當時流行, 印度流行什麼, 他就譯那些。 所以到我們中國接收那些經典的時候, 其實是什麼呢? 大成也有, 小成也有。 中國人是不太清楚, 印度發展的情況。 也可以說是譯的時候, 大家有不同的特色去譯。 譯的名詞又不是統一。 所以很多的思想, 或者是名詞的解法, 都是會比較混亂的。 在中國來說。 原裝法師在那個時代, 他就發覺, 有一些地方好像經常搞不清楚。 他覺得都是要去什麼呢? 原來那個地方, 即是說佛學, 法源的地方, 去找回佛學本來的意義。 所以他就想去印度去留學, 在那裡去學習, 比較純正一些的佛學。 所以中國在一些翻譯的方面, 不是說所有重要的經典都翻譯來中國。 當時在唐代, 他知道在印度還有一些很重要的經典, 他就很想去印度去取那些經。 所謂取經的意思就是, 他心目中很仰慕某些經典, 或者很想學的經典, 在中國沒有的。 所以他就想在印度拿回一些經典。 所以他是為政法而西行的, 這個目的。 但是以前的交通是不是很艱難? 所以其實是狗死一生的。 如果由中國去印度, 不是好像我們現在去印度那麼方便。 是萬死之鄉。 即是說生存的機率很低, 其實是千辛萬死地去。 明知是危險, 都要去遠方, 去向遠方去邁進。 還有就是象冊孤精, 就是一個人拿著石像, 自己一個人走萬里路去。 這些是否要很有意志力才能夠做到? 即是毅力和那個很堅定的意願, 才能夠去由這麼艱難的路程, 都能夠去到這麼遠。 當然他根據他的記錄, 就是當中沿途都似乎是有保佑, 即是有加持, 有加持去達到這個目的地。 他經歷了五萬里那麼長, 大致上遊學參方。 雖然他的目的地是印度, 但他自己本身是一個很好學的人。 所以他去到每一個地方, 都會去參訪當地那些有學問的, 無論是真人也好, 居士也好, 甚至是其他宗教的, 有名的學者也好, 他都會跟他們學習, 即是去到哪裡就學到哪裡。 所以他每一個地方都有停留的時間, 看他要跟的人要跟多久。 所以他就一直參學, 然後一直停停停停停, 就搞了幾年才去到目的地, 差不多三年幾四年, 差不多。 本來他只有一條線這樣走, 應該不用三年那麼久。 但他中間因為他一直去參學, 所以就走了很久。 這就是遊學參學, 即是說他不放過任何一個學習的機會。 而且他任何人都覺得, 如果他的學問是某方面有專長的, 他都會跟他學的。 這個也是我們應該要學習的一個地方, 是嗎? 我們不要只說我喜歡這個, 我就只學這個。 其他東西, 就算我未必是最大的興趣, 但總之對我都有一些幫助, 我們都應該要學的。 佛教徒應該不只是不只學佛學, 當然主要是要學佛學, 但其他有些跟佛學有幫助的。 其他的文化思想, 我們都應該要參學。 天竺就是當時印度的名字, 天竺在印度取經。 其中要經過西域, 經過西域很多國家, 然後才去到印度。 所以他在西域一直到印度, 大概由出國回到中國, 逗留十七年那麼長。 即是說他一生之中, 黃金的時間, 他二十幾歲, 大約四十幾歲才回到中國。 即是他的思想, 吸收力最強的時間, 是全部流向西域和印度, 所以學了很多很多方面的學問。 他在那邊是屬於, 可以說是一個留學生的身份, 但他們那邊的學者, 即是無論是西域或者印度, 那些學者對他都是一個很高的評價, 是讚賞得他很厲害的, 認為他是天眾之才, 即是才華, 他那個才智, 是很卓越的人。 明文八角就是西域的國家, 西域印度的國家, 很出名的, 他當時一直遊歷都已經出名了。 由於他這麼有名, 對中印文化的傳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他在學習印度的文化, 以及宣揚中國的文化方面, 他在遊學的過程中, 都在發揮這些作用。 所以他的聲譽是填滿整個印度的。 甚至乎可能都超越了當地的學者, 除了他的老師, 其他的學者大部分都超越了他們。 所以由劉學生這個身份來說, 他可以說是出類拔稅的。 是可以說, 原莊之前也有很多劉學生去印度或者西域, 但最有名的, 成就最高的就是原莊法師。 他學有所成之後, 就在遇而歸了。 有一個很高的聲譽, 而回到中國。 既然他帶著這麼高的榮譽回來, 中國的皇帝當然是很歡迎他。 是宣揚國威。 所以他大力支持他翻譯內典。 內典就是佛典,佛教的經典。 翻譯經典之中, 一方面也要講解這些經典內容。 而在講解之中, 其中一個宗派是非常之尊崇的, 就是遺識宗。 所以他回到中國之後, 就是魂法立宗創立這個遺識宗。 中國的遺識宗, 可以說是原莊法師創立。 亦都是因為帶著很多遺識的經典來, 和翻譯出來, 所以遺識宗可以說, 差不多是將印度的遺識學移植到中國。 而在移植這個過程中, 亦都發揮一個很重要的作用。 就是因為沒多久, 大約一段時間之後, 印度的佛學已經開始衰落, 甚至滅亡。 所以印度不能夠保存這些經典, 亦都很多思想是流失的。 這些文化已經是慢慢沒落了。 但是這一堆的資料傳到中國, 就因為原莊法師去印度。 所以我們現在很幸運, 還可以讀這些經典。 如果他沒有去, 或者沒有翻譯, 又沒有創立這些中派, 我們是不可能可以比較全面, 和有這麼多豐富的資料, 讓我們去學習。 這個文化立宗就是立這個遺識宗。 還有另一個, 亦都帶來了一個新的思想方法。 就是大家可能在座這堂年都讀過的。 因明學, 即是佛教邏輯, 亦都是因為原莊法師。 所以我們中國人也懂得這套思考方法。 在翻譯經典和講學, 大約是四十年的時間。 而這四十年他所做的功夫, 他的努力, 就是遺摘千秋。 千年之後的人都受益, 我們現在仍是受益。 原莊法師是一千三百幾年前, 即是一千幾年前的人。 現在我們今天還可以學習到他的東西。 還有萬方共養, 就是全世界很多國家, 都對他非常仰望。 所以他在佛經的翻譯中, 他可以說是一個最偉大的逆經家。 因為歷代來說, 沒有一個人超越了逆經的數量。 數量方面沒有人超越他。 另外質量方面, 他也可以說是最高水平的。 所以在逆經史上, 逆經史來說是排第一。 所以很多高增轉, 排第一就是逆經, 多數是排第一。 所以他是最偉大的逆經史。 亦是法相遺識宗的創始人。 我們剛才說的。 印度的遺識宗, 比較純粹的印度佛學, 傳來中國。 傳之中, 在這個遺識宗, 其實遺識宗本身在印度的發展, 也有很多流派, 有很多不同的系列。 原裝法師最佩服就是 互法系的遺識學。 因為互法系是他所跟的老師, 就是戒然論師。 而互法就是戒然論師的老師。 他自然是尊崇這一系, 學這一系。 當然是宣揚這一系。 所以他是宣揚互法系的遺識學。 而互法系的遺識學, 在遺識學系統裡面, 是屬於遺識的金學。 即是一個比較創新的。 有多些新的思想的, 一個遺識學系統。 相對另一個系統, 就叫做遺識的古學。 就安慰。 安慰論師那個, 就屬於遺識的古學。 古學和金學, 當然基本上遺識的道理一樣, 宗字一樣。 但他怎樣去講遺識學, 就大家有些不同。 金學和古學有些不同。 所以他在翻譯方面, 講學方面, 和創立中派方面, 都對於中印文化交流, 是發揮了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而他一生的成就, 是包括很多方面的。 一方面作為宗教家, 他有一個宗教的典範, 他自己個人的羞恥。 另外他是哲學家, 他有一些什麼呢? 有一些新的哲學思想。 他不只是在印度學了這一套的佛學, 就照搬回來。 移植到來中國之後, 他還有一些新的思想是再提出的。 所以他有一種哲學的思維。 另外一種哲學思維, 還有提出一些新的見解。 所以他也是屬於哲學家。 當然他是翻譯家。 旅行家。 語言家。 因為在語言方面很好。 西域很多地域的語言他認識。 另外他也很精通繁文。 他自己本身中文也很好。 所以他的翻譯質量很高就是這樣。 但是語言家最主要就是在繁文方面。 繁文很精深。 所以他的翻譯是很準確的。 這個就是他的重要地方。 所以如果作為一個學佛的, 即是說如果要學得好的, 語言的訓練很重要。 但是這個也是一個給大家知道。 即是說如果你在佛學方面要學得好, 語言訓練是很基本的。 最基本你英語中文要好, 因為很多漢文的佛經你可以讀。 而漢文佛經是可以講這麼多的佛經之中, 比較全面一點。 因為很多已經是散失了, 已經不存在。 但是還保留在漢文的佛經裡面。 所以我們懂得中文是很幸運的。 有很多人是不懂中文。 譬如他本身是外國人, 他很難懂得中文。 那變成中文有一堆資料是讀不到的。 肯定。 但是我們一懂中文, 又可以懂英文或者其他語文, 譬如華文、西藏文, 或者巴黎文。 那你就讀多很多不同的經典。 那你對佛學就會有一個很全面, 還有很闊的, 了解的範圍。 所以語文的訓練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要在佛學方面, 有一個比較深的躁藝, 就要在這個語言方面, 自己慢慢去學多些, 學好些。 他是留學生的身份, 還有外交家的身份。 他將來去到中國, 回來中國時, 他又發揮外交家的作用。 他可以代表朝廷, 可以接待外國的真人, 或者是對於中國的文化, 或者要宣揚中國的威望, 亦都通過去發揮這些作用。 所以他一生來講, 可以有這麼多方面的成就。 是不是很難得? 作為一個出家人, 不是一個在家人, 出家人可以有這麼多方面的成就。 另外他自己的品德方面, 亦都是受人的尊崇, 就是他那個人格和威夷, 做人處事, 待人接物各方面, 都是用一個很得體, 和很圓融的一個態度方式, 去對待不同的人, 不同的事。 什麼事情, 要用什麼身份, 什麼方式去處理, 他都自己掌握得很好。 他得行, 他的品格, 和他的學養, 所以他可以不愧為人天的師表, 天人的師表, 我們作為一個佛教徒, 他可以作為我們學習的榜樣。 亦都是千古學者的佳模, 佳模即是一個最好的示範, 作為一個學者, 學者是一個示範, 作為一個學者, 他應該如何去修養好他的學問, 如何將他的學問去傳播, 這些是定下了一個, 或者示範了一個很好的典範, 給我們知道。 所以, 這就是原裝法師的重要性, 這個是不是很值得我們去學習? 如果我們看這些, 但當中會有一些比較艱難的地方, 就是如果大家抱著聽故事的心情來, 可能會比較辛苦。 因為我不只是講故事, 我主要不是講故事, 我主要是講他的成就和學問, 和他的修詞。 而講到學問方面, 因為我們這裡是一些文文課程, 我們是要培養一些佛學的人才, 所以我們不只是講故事, 吸引你們就算數。 希望在故事之中, 我們帶出給大家知道, 如果你作為一個, 要做好你佛學方面的, 各方面的了解, 通過原裝法師, 你可以了解很多方面, 講到那些地方的時候, 就會比較困難, 如果對佛學不是很認識, 就會比較困難。 當然他的故事我會講, 他裡面也會有些故事, 但我主要是會講他這些, 重要的部分。 所以你不要想著很輕鬆的, 讀這一科。 不只是聽故事, 我會講一些很多, 是一些經典方面的東西給你知道。 因為如果你只聽故事, 你上網都有很多故事聽, 很多廣播或者其他都有, 所以如果你是為了這些, 你就不用來這裡讀。 在這裡讀, 我是想介紹給我們這裡的學生, 因為他們很多可能讀四年, 甚至讀十年八年, 不斷讀下去。 讀下去的時候, 他怎樣知道自己應該讀什麼呢? 我希望我通過這個課程, 可以講到給大家知道。 他早年的生活是怎樣呢? 這個就是他家庭的背景。 他既然天生有這麼高的質素, 他家庭背景一定非常好, 當然是。 我們看看, 他是出生在徐文帝的時候, 即徐朝, 徐朝開往。 如果是六八年, 就是開往二十年。 如果是六零二, 就是開往二十二年。 這個應該是新年了, 不是新平。 關於原裝法師的新年。 大家改回, 不是新平, 新年。 即是出生的年份。 現在我們所能夠見到的, 有關原裝法師新平的資料, 對他出生的年份是沒有講到的。 例如, 將來你一路讀下去, 那些廣義, 就會只是講一個傳, 或者一個藏, 或者叫做塔銘。 甚至乎不只是我這個廣義, 如果你讀其他有關原裝法師的資料, 其他書籍, 他們都不會再詳細講那個名字。 他就這樣說傳, 藏, 塔銘, 你要知道他是指的是什麼。 如果是這樣轉, 就多數是講這個, 適度宣法師, 是唐朝的人。 他是寫這個, 俗高真傳。 我們歷代有高真傳的傳記。 最初的高真傳是在梁朝的時候做的。 然後到唐代的時候, 那個高真傳就叫做什麼? 接俗之前, 之前有一個高真傳, 在梁朝的時候做。 到唐朝的時候, 就有另一個高真傳, 所以這個高真傳叫俗高真傳。 在這個逐高真傳裡面, 也有講原裝法師的新平。 所以當你見到傳這個字, 就是指逐高真傳。 藏就是冥朝所讚寫的, 大唐故三藏法師的行藏。 由於這個名字那麼長, 所以後來的人通常都不會整個名字寫出來, 就這樣行藏。 你一見到那些資料寫著行藏, 你就知道是這一本。 行藏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他的新平的史跡, 就叫做行藏。 很多大師都會有行藏。 這個行藏是指一般, 以前就是在不同的地方, 當那個地方有一些比較重要的人物死的時候, 朝廷是需要當地的官員, 將個人的行藏上報給朝廷。 所以有這樣的記載。 原裝法師是一個高真, 當然有行藏。 就是普通那些, 在當地有貢獻的人都會, 有貢獻有成就的人都有行藏。 何況是原裝法師。 好了, 冥塔就是喜塔, 供奉他的圍骨。 這個就是大騙國法師的冥塔。 大騙國就是原本的覺悟。 騙國就是正騙之。 本來是佛號。 騙國,正騙之。 甚一甚佛地, 就是正騙國。 這個叫做大騙國。 大騙國就是法師的冥塔。 如果這樣看這個, 是否不知道是原裝法師? 大騙國只是說, 他智慧很圓滿、很高。 但是呢? 是冥塔還是塔? 塔冥。 因為是一個塔, 有一個名記載這個塔, 起的原因, 埋葬了甚麼人, 他的事跡。 他又是不會詳細寫這個名字出來, 因為太長。 以前的人盡量要簡要寫, 因為以前印刷術沒有現在那麼方便, 現在寫長一點無所謂, 以前是盡量簡化。 所以你看到這些鑽、撞、塔冥這些, 你就知道在講這一堆。 這一堆都是我們將來, 在讀到這個三藏法師傳的時候, 也經常都會引證, 因為幾個資料都有少少不同。 我們以這個三藏法師傳為一個主要的材料去讀, 但如果有其他資料和它有出入, 我們都應該要知道, 都要了解一下, 可能有另一個說法。 意思就是說, 只是靠一本資料, 未必是很充分, 讓我們知道原裝法師的各個方面。 所以有需要有時, 要補充其他的資料下去。 補充的時候, 亦都不會每次那麼長, 長奶奶的名字就說出來, 就會說這些簡要的一個記號。 所以這一堆資料, 全部沒有記載他的新年。 所以後世的人對原裝法師的稅數, 年稅是多少呢? 就有幾種說法。 最流行就是這兩個說法。 63歲和65歲這兩個說法最流行。 但是也有一些考證, 就認為是69歲的, 有這幾個。 但是大家看到, 是否664年死亡的年份是確定的。 因為那時已經有記載。 因為他已經是一個成名的人物, 一定有記載, 他死的時候。 但是他的出身, 說法有些不同了。 就有幾種說法。 他俗姓是甚麼呢? 俗姓陳。 本明輝。 陳輝, 他的名字叫陳輝。 組織就是河南省、 樂州、 九時園。 這個就是現在河南省的 掩屍園的南面。 他本身的家族是以儒學 作為全家的一個系統。 即是以學習儒家的經典, 為他們自己的家族的一個風氣。 代代都相傳是這樣的。 對儒家的文化、 儒家的思想和經典是很熟習的。 他是一個很有名的, 東漢的一個名神叫陳實。 這個字就相等於現在這個字。 古字這樣。 我們當然現在要寫這個古字。 但意思和讀音都是等於這個。 譬如有時佛經會這樣寫的, 實是甚麼甚麼。 這個實就是這個實。 但由於有一個名字, 雖然它是雙通, 我們不可以把它寫為這個。 就要寫這個。 但你讀到佛經很多時 會見到這個字。 這個字如果它不是一個名字的話, 你可以把它轉為一個 所謂的實這個字去理解。 這也可以。 這個是很有名的。 在東漢時很有名的一個大神。 原尊八師兄是這個, 陳實的後代。 這個人有名的地方在哪裏呢? 陳實至縱公。 他是泳村人。 泳村人也是在洛陽東南面的。 即是說現在出身的地方, 就是大約這個地方。 屬於現在的河南許昌、 長國市、古橋鄉的陳固村。 這個就是原尊八師的出身地。 他這個祖先, 就是做過元官、元尼。 年輕的時候已經做了元尼。 一直到這個職位, 叫做太幽長。 所以有時候叫他陳太幽。 就是指這個人。 後巷書有他的傳記。 就是名神。 名神有傳記。 就說他這個人是很好學。 很喜歡求學和做學問的。 坐立都還讀過那些經典。 當然他的經典不是說佛經。 是說儒家的經典。 修德清淨。 喜歡淨修的。 但是在處理公事方面, 就能夠治理得很好。 令百姓能夠安居。 他出名在哪一個地方呢? 在珍重方面, 他很出名的。 通常人們有爭拗的地方, 他都能夠做一個審判方面, 能夠很公正、很正確。 以及能夠說給別人聽, 哪些地方是對的。 哪些地方是不對的。 即是是非曲直。 他會勸喻那些人, 去明白這些道理。 所以那些人, 就算是判輸了也好。 那些人都不會心無怨言。 因為他都是服他講的道理。 而且他服到什麼程度呢? 那些人, 所治理的地方的人。 寧為刑罰所加, 不為陳君所短。 寧願去什麼? 坐牢或者受到法律的懲罰。 都不想聽到, 這個人對他有任何批評。 所以他的聲望是很高的, 這個人。 以及他受到很多人的敬佩。 據說, 有一晚有個道賊入了他的家, 然後躲在樑上。 他知道有一個人, 有個賊仔在上面。 所以叫子孫一起對他們訓話。 做人本來未必是, 本來是兇的。 兇是習慣。 習慣成自然, 就形成了一個偷盜的一種習慣。 或者當這是職業。 所以成為一個小偷。 梁相君子就在這裡。 出自這個。 大家聽過這個, 梁相君子。 就是這個小偷。 就是這樣。 人性本來是好的。 但是可能有很多環境的問題。 或者自己不能夠自律。 所以他形成了墮落的一個因素。 梁相君子這個人就是這樣。 那個人知道自己原來被人發現了, 就下來。 然後就是對他的請罪。 這個陳實就跟他說, 看你的樣子不像是惡人。 你自己好好去。 黑己反善。 黑制自己的慾望。 思念。 然後回到善政的方面。 他說, 而且你多數是因為貧困, 所以才要成為小偷。 所以他不單止沒有捉他。 還送了他一些什麼呢? 報筆。 據說就是他所治理的那個縣。 之後就沒有任何偷竊的那些案件出現。 他出名的地方就是他那個學問。 他做官。 那個德望和梁相君子這個典故。 這個就是原尊法師的祖先。 就是東漢的名臣之後。 這個家族淵源。 他們自然會有這種加封。 所謂加封。 以前是很重視那個什麼呢? 門帝。 門帝加封很重要。 如果你出身某種門帝, 一定是什麼? 一定是好的方面。 所以那些人要選什麼? 選女婿、選媳婦等等要選什麼? 選門帝就是。 因為那些門帝出身就好。 他一定的那個教養是好的, 多數。 這個也是。 他這個祖先是這樣的出身。 然後他的曾祖父, 曾祖父的陳欽。 那時候已經去到東藝了。 東藝的時候是曾經做過所謂上黨的太守。 太守就是一個郡的長官。 是山西省。 山西省的長官。 祖父就是陳康。 因為陳康那個時代已經是由東藝轉為北齊。 北齊的時候, 他的職位是郭子博士。 郭子是什麼呢? 是當時的教育管理的機構。 就是等於現在我們的教育部。 而他是博士。 就是掌管教育方面。 掌管教育方面就是等於現在我們的校長、 教授那些級數的人。 是不是也是學問很高的人? 現在是做了一個很高的官。 祖父就是這樣。 去到他父親陳衛, 這個人很有名的。 是在徐朝的時候。 現在去到徐朝了。 即是說東藝、北藝。 北藝跟著到東藝,然後去到北齊。 然後到徐朝的時候, 他父親是徐朝的人。 據說他曾經做過江陵的元陵。 江陵即是現在湖北京州市。 遠陵又是一個一縣的行政長官。 如果是管治萬戶以上。 有這麼多人就叫做寧。 但這個父親他的性格很淡薄明理。 不喜歡做官。 所以他短暫時做了官。 在大葉的時候,大葉末年就是徐陽帝的時候。 就是辭官歸人。 不做官。 所以辭官歸人也是受到當時很多人讚賞。 很讚嘆。 每個人都想有名有利有地位。 但他就不重視這些東西。 即是說這個是一個很灑脫的人。 但又學問很好的人。 這個父親據說是一表人才。 他養生得很漂亮。 所以原裝的樣子很漂亮。 原裝的樣子很漂亮。 那些人一見到就喜歡。 所以他去到哪些人都喜歡他。 但是他父親,他父親很有名。 一表人才的。 性格就是這樣。 很灑脫的一個人。 即是很飄逸的人。 你看他的祖父、父親就是這樣。 他自然是甚麼呢? 自然是成計了這種風氣。 遺傳了這些恩子。 當然是。 他父親之後, 前心瑜學的修養。 即是專心。 在儒家的學問方面, 就修養他自己。 這就講到他父親了。 他自己原裝有三個哥哥。 其中一個哥哥都出名的。 叫做陳素。 是他二哥。 他很早已經在洛陽的淨土寺出家。 他也能夠講經說法。 所以他也有一個有一定的名聲。 就叫做長哲法師。 出家後叫做長哲法師。 後來原裝的法師就跟這個二哥。 一直跟著他出家。 以及學佛法。 自己原裝法師同年的時候, 他又是甚麼性格的人呢? 同年的時候已經是人品很高尚。 跟一般年紀不同。 表示他是一個可能比較早熟的一個人。 而且已經很小時候表現了一種智慧聰明。 與眾不同。 很小時候已經喜歡讀這些先聖延節的書籍。 當然他是儒學世家。 當然一定是很熟瑜伽的經典。 儒家、道家的經典很熟。 即是說去少年的時期, 一定是接觸我們中國文化最重要的兩個系統。 儒家的系統和道家系統。 他也很熟。 但在中國文化這個分圖之下, 他最後選擇佛教。 都是中國文化之一。 即是說在這麼多方面, 他已經精通儒家、道家。 但他最後選擇佛教。 當然佛教對他有一定的吸引力。 歌聲很獨立的這個人。 成熟有禮。 很成熟和很有禮貌。 好知道什麼時候應該要怎樣表現。 什麼禮儀去表現。 就循規道舉。 亦都因為他可能思想比較成熟。 相對同年紀來說。 所以他自小都不太喜歡結交。 同蒙自有。 太幼稚。 同年紀那些他不太喜歡跟他們結交。 因為可能思想上, 他思想很成熟。 很小時候已經很成熟。 好像一個大人一樣。 好像一個成熟的大人。 自然當然不喜歡跟小孩子玩。 對於小孩子很喜歡的什麼呢? 歌舞嬉戲。 經常喜歡說一些無無畏畏的東西。 旁宅無畏的東西。 他沒有興趣。 這就是他小時候的表現。 我們真的到轉機就會看到。 他大約十歲左右。 他爸爸就是亡故了。 因為他離世了。 他跟著他二哥長哲法師。 就在洛陽的淨土寺去學習佛經。 十一歲的時候, 就已經很熟習這個什麼呢? 妙法年花經和維摩經。 大家對這兩部經應該認識。 是嗎? 很出名的佛經。 這兩本都是大乘經。 妙法年花經最主要是說什麼呢? 一乘的思想。 三乘最後都是歸於一佛乘。 即乘佛是最後所有修學佛法的人 最後的目標。 就算你是走小乘。 小乘都是中途站。 最後都是什麼呢? 最後都是再上大乘的路。 乘佛的路。 維摩經又是大乘經。 叫方等大乘。 是所有大乘經共同的思想裡面。 裡面有很多空的道理。 即是說他在十一歲左右 就已經熟這兩部經。 連這兩部經是很多佛教徒都熟的。 都必讀的。 大家都如果作為佛教徒都要讀這兩部經。 要認識這兩部經。 但他熟這個時對他的思想有什麼影響呢? 如果他一早就接觸這些經典。 即是表示他很早就會信奉什麼? 大乘佛教的。 應該不會怎麼接受小乘。 如果他一早入這個, 一早就讀這些經。 就多數是接受大乘佛教。 大乘佛教的最重要就是, 凡是信奉大乘一定是發大菩提心。 即是一個乘佛的意願。 以及乘佛之後要自利利他。 自己得到最高的覺悟。 但是通過自己的智慧去幫助其他人。 都令其他人都可以踏上這個解脫之路。 所以這個是大乘佛教思想。 他很熟習。 他說是熟習。 十三歲的時候, 剛剛遇到, 落陽那裡有一個道爭的機會。 道爭的意思就是, 以前出家是其中一種制度。 以前出家不是說你自己願意出家就可以。 是要經過考試之後才可以出家。 所以又有試經。 試經道爭。 即是說要考過你對經學方面的知識。 而且他們道爭是有限額的。 不是每年任人出家。 而是限制幾十人。 因為太多人出家, 對一個國家的經濟、 生產力總有影響。 所以不可以無限地讓人出家。 所以是有嚴格的制度。 在這個制度上, 出家人要經過經論的考試之後。 即是說他本身一定要對佛學很熟悉。 在這方面的專長。 通過考試之後合格了。 這樣才可以出家。 所以要比試經業。 所以一定是對佛學已經是很熟悉、很好的人。 才可以出家。 所以在徐堂的時候, 為何佛教這麼輕盛? 就是因為所有出家人, 都是有學問的人。 全部是精通經典的人。 因為要通過考試。 而且那個時代也是第一流的人多數出家。 凡是第一流的人出家, 由自己本身的經論那麼熟悉。 他一定能夠對這個宗派、 這個宗教, 可以發揚剛大。 所以在徐堂的時候, 那個思想的主流就是佛學。 我們說徐堂佛學。 魏晉就是玄學。 徐堂就是佛學。 然後宋明就是理學。 理學就是儒家那方面的理學。 每一個時代都有它主流的思想。 在徐堂的時候, 主流的思想就是佛學方面。 因為當時那些最聰明的人才多數出家。 而他出家是經過這個比試經驗的制度之下, 即是說你真的不會說不懂佛學的人都可以出家。 而是真的很精通佛學的人才可以出家。 他自然會對這個宗教提供了很多貢獻。 他十三歲這麼年輕, 而且他只讀一兩部經而已。 照計又不可以出家。 但是因為他那個抱負非常之大。 他已經很小, 只有十三歲而已。 已經有很大的志願, 就要魂洋佛法。 將佛教發揚剛大。 他這麼年輕就有這個魂怨, 所以感動了當時的考官。 哇!這麼小, 這麼小就有這樣的志願, 很難得。 而且看他的上貌與眾不同。 所以這個考官, 他有知人之鑑, 即是他能夠知道辨別人才的那種能力。 他知道這個小孩一定是一個非凡的人物。 所以他就破格給他出家。 所以他破格入選, 即是破例給他入選。 他未通過這個經驗的考試。 但是他覺得這個是一個, 將來一個重要的人才。 所以這個人大膽, 就是破例給他出家。 所以他因緣也很殊勝, 原生法師。 本來他還未有資格出家。 但是在他十三歲的時候, 他可以出家。 之後他就周圍聽很多法師, 就講一些經典。 有一個警法師講《涅槃經》。 《涅槃經》也是佛教很重要的經典。 就是說什麼? 佛陀最後裂盤的時候, 講的道理。 所以這個是一個遺教。 遺教當然, 他最後一定講得很重要的訊息給我們知道。 他已經臨走了。 所以通常《涅槃經》就是在中國的判教來說, 一般將它放在哪裡? 最高的原教。 最後最圓滿的教法方面。 而《涅槃經》裡面, 最重要的思想是講成佛和佛聖的思想。 佛聖的思想在裡面講很多。 當然它是一個大成經。 又是大成經。 是嗎? 大成成佛。 和成佛的根據是什麼呢? 根據就是我們眾生都有佛聖的觀念。 所以他就聽警法師講《涅槃經》。 即是當大成佛教的了解和認識應該是很深的。 又跟這個《研發思學》這個《涅槃》。 《涅槃》我們將來讀到傳記經常講的。 經常有這個字。 或者大家看其他資料都會見到的。 這個其實就是這個《涅槃成論》的一個簡稱。 《涅槃》。 你看到《涅槃》就是講這個《涅槃成論》。 是遺悉忠或者儒家恆派的創立的人。 創立的宗師、無將菩薩所做的。 這個是《涅槃成論》。 什麼是《涅槃成論》呢? 《涅槃》是什麼意思呢? 《涅槃》是總括的意思。 總括了大成最重要的論點在裡面。 即是說如果我們要了解大成的思想是怎樣? 《涅槃成論》就是將它很重要的東西講到裡面。 當然它裡面因為它是屬於遺識中系統的經典。 它自然會講什麼柯賴耶色、白色那些思想。 三字性的思想會講。 這個部分是很深的。 但除了這個部分之外,即是遺識的思想之外。 其他有關大成各方面的界定位和大成那個什麼呢? 最後那個階段和成佛的情況,它也都有交代。 所以整個所謂什麼是大成? 大成是要學什麼東西? 和大成之中其中的遺識的思想就在這個論裡面有。 所以這一個是屬於一個很重要的經典。 亦都是將大成各方面講完。 它那個與眾不同的地方在哪裡呢? 一次就讀完。一次。 這些《涅槃成論》, 港大的碩士讀完都覺得搞不定。 但是袁彰法史這麼小,十幾歲而已。 一次讀完就明白。 再看多一次,沒有任何遺漏。 即是完全掌握。 你說這個智慧很高。 還可以怎樣呢? 還可以升座複術。 升座即是上港台那裡複術。 複術即是法師講的東西, 他大概那個意思和他講的內容, 他再重複講一次。 以前致遠就有這種職位, 叫做複講。 就是講完一次, 人們可能都聽一點不聽一點, 或者還未掌握完。 有一個弟子, 有一個弟子或學生, 就會將法師說的東西, 再重複講一次。 你再聽一次就比較深密一點。 第一次聽就掌握很少, 再聽一次又會掌握多一點。 所以致遠就有一個制度叫複講。 袁彰法師這麼小, 就已經可以做什麼呢? 複術。 複術就是第一, 他自己要理解力很高。 因為這些這麼深的經典, 《列盤經》、《涉大成論》 是不容易讀到的。 尤其是《列盤經》, 那種深微的道理很難, 一般程度可以讀得到。 這些名相非常多, 《涉大成論》裡面有很多深的名相。 所以袁彰法師這麼小, 已經能夠做到複術。 還有分析很詳盡, 讓人們知道。 這些人聽完他講解之後, 也更加明白。 所以是博得大眾的陰沛。 那些人都很佩服他, 所以他年紀很輕。 所以在年少的時候, 他已經顯露出他的積極的學習態度。 他理解力很強。 還有什麼呢? 記憶力一定很強。 他能夠複廣, 他都記得了。 凡是理解力強, 記憶力強的人, 學習當然快。 別人學很多次才明白, 他學一次就行了。 所以他可以學到這麼多, 就是他的資質。 他的資質就這麼高。 年少的時候就是這樣。 徐陽帝大葉末年的時候, 那時候天下大亂。 然後就滅亡了。 618年滅亡。 滅亡之後, 袁莊跟著他哥哥一起去唐朝的首都長安。 長安是首都。 去參學。 當時後來知道, 很多明真多數避難去了西屬的地方, 即是四川的地方,屬地。 於是大家就去成都了。 大家就約去成都。 去到那個地方比較安穩一點。 因為沒有這麼多冰荒馬亂的情況。 那裏, 凡是一個比較安定的地方, 就可以講學。 否則其他地方不適宜講學。 在成都這裡, 就有很多明針在裡面。 聚集在那裏。 所以他就可以聽到這個保遷法師, 就講這個攝論。 是不是再聽? 再聽攝論。 也表示攝論是不是很重要? 原裝聽完一次又一次。 他以前已經聽過了, 現在來到這裡又再聽。 一方面, 他聽完再聽, 即是表示這一部論很重要。 第二, 就表示什麼呢? 當時很流行這本論。 流行到什麼程度呢? 流行到一個宗派叫做攝論宗。 大家知不知中國佛教的宗派叫做攝論宗? 這個宗派專運揚這部論。 因為後來原裝法師回到中國, 成立了這個維釋宗之後, 維釋宗已經包含這個攝大成論裡面。 攝論宗裡面的思想, 只是其中一個部份。 所以到中國的維釋宗流行的時候, 攝論宗就衰落了, 因為已經不需要了。 但是在這個維釋宗還沒流行之前, 就有這個所謂攝論宗。 所以攝論非常流行的, 是成立一個宗派那麽製。 這個寶遷說攝論。 然後有位的道基法師說攝心。 攝心這也是一個簡稱, 經典的簡稱。 在哪個經典呢? 擇阿皮壇心論。 阿皮壇, 大家讀法學的同學應該知道。 就是阿皮達摩, 阿皮壇即是, 亦即是論狀的意思。 在佛教來說, 佛所講的道理就叫經, 是吧? 將佛所講的道理去解釋就叫論。 在解釋之中, 再將那些道理整理過, 做分類、做系統的分析, 那些就叫論。 那些論在印度就叫阿皮達摩, 阿皮達摩。 這個阿皮達摩, 我們中國稱為阿皮達摩。 這屬於系統分析的法相方面, 佛教的明相, 佛教的道理, 那些論狀來的。 那叫做心是什麼意思呢? 心就是精耀的意思。 即是說, 這些明相的道理, 它那個精耀的地方, 就叫做心。 就好像我們讀什麼呢? 般若心經, 就是般若經的精耀, 就叫做般若心經, 不是講我們的心, 是講精耀, 精水, 精華的地方, 就叫做心論。 就有關阿皮達各方面的, 那些精耀的學問在裡面。 而這本論是印度一個很重要的中派, 叫做說一切有暴。 其中一個, 這個中派的四大論詩之一, 就是法舊論詩, 是做這本論藥, 集亞皮壇心論。 說一切有暴是我們佛教, 暴派佛教時候, 可以說是最有代表性, 或者是最成熟的時期, 或者是高峰時期的一個中派。 這個中派, 他所講的道理, 複雜的程度, 不輸蝕中國的遺識中。 遺識中我們大家知道, 很複雜的道理, 很多名相, 一切有暴一樣, 是很多名相, 很多道理, 是網羅、佛教, 很多系統, 很多學派的思想在裡面。 但他在討論的時候, 是因為他講所有事物都有, 最後是終極的, 終極的實在的元素, 所以他叫做一切有。 宇宙萬有有些很重要的一些元素, 精神性或者物質性的元素, 是三世實有。 而這些元素是法體行傳的。 所以不要以為佛教全部只是講空。 有一個很重要的中派講有, 專講有。 所以佛教也有空中。 遺識中也是講有, 講宇宙萬丈也是講有。 所以佛門不只是空門, 有友門也有空門。 友門也很重要的, 這一班, 說一切有報, 這些是講有的。 是佛派, 差不多最高的學數。 這個學派我們要知道, 為什麼要知道呢? 因為元素法師去引渡, 除了學遺識中之外, 說一切有報的很多經典都學。 所以如果大家要學遺識中學得好, 就要再上一個階段, 是怎樣? 遺識中之前的那些說一切有報的那些都應該學。 然後你的遺識中那些就會學得好。 因為它是跟說一切有報有很密切的關聯。 很多思想, 很多明相是大家, 大家是相同的。 當然大家的立場不同。 一個是一切有, 一個是遺識所現, 當然哲學立場不同。 但他們所學的內容和法相道理很多是相同的。 所以這兩個派別, 是有一個很密切的淵源。 而元素法師去維識學這麼好, 亦是因為他學很多的有報, 處一切有報的東西。 但這些很少人說, 可能中國很少人說。 但在那個年代, 即是元素法師年輕的年代, 就很多人說被壇。 因為那時, 就有很多這些重要的經典一來到, 中國就有一些中派, 所以那時有很多佛教中派。 不過後來唐代之後就沒落了。 這些中派。 現在我們沒有聽到。 但之前是有的。 皮壇中。 中國有皮壇中的。 是專講這些皮壇的。 這些通常就要那個思想, 即是通過這些訓練, 對佛教很多的內容, 那個分類很清楚。 和他怎樣有系統去學習呢? 去掌握這些宇宙萬有的法相。 這些部派就會提供了很多這些佛學的知識給我們。 大家要留意這個中派, 書一切有報。 現在港大就講這個部派很多。 他有一些教授, 法官法師, 專講這個書一切有報。 如果將來有機會去港大學, 就跟這位老師學一下這個, 書一切有報。 很好的。 對你的啟發很大。 以及將你的佛學基礎打得很穩。 這個心論作為一個精要是怎樣呢? 它是哪方面的精要呢? 就是將二百卷大皮婆沙論, 將它重要的地方精簡下來, 形成一個簡要的系統。 所以學這個心論, 可以將大皮婆沙論這麼大部的經典, 這麼多方面的論述, 將它摘其精華而去了解。 大皮婆沙論又是說一切有報的, 根本經典來的, 最重要經典。 以及將佛學方面很多的問題, 很多派別討論的問題, 全部網羅在裡面。 所以這一部二百卷那麼多, 它的部頭大到什麼呢? 大到更大過儒家詩地論。 儒家詩地論一百卷, 已經是一個佛教百科傳說。 但這個二百卷, 還是一個很大部頭的佛教百科傳說。 各方面都討論不到, 是很深入的討論。 但是這麼大部, 當然不是很多人有機緣去讀。 包括這個後來原裝法師譯了中文。 我們現在有機緣可以讀這個。 但有機緣讀, 都讀不成功。 因為裡面有這麼多明書。 這麼多的討論, 你不是搞這方面的人很難讀。 但精華在哪裡呢? 精華在這些。 你可以讀這些。 這些是比較簡單的。 但如果你有機會可以讀大皮婆沙論, 就很厲害了。 你一定是成為佛學專家。 所以這些經典你要留意。 如果將來有人講這個, 你就要留意。 留意去跟學。 法官法師有講大皮婆沙論。 在港大經常講大皮婆沙論。 他的學生多數研究這個。 因為是這麼大部頭, 你隨便選一部份去研究, 都可以做很多論文。 很多博士論文。 很多博士論文可以在這裏出。 這些就是如果你要搞佛教專門的學問, 你就要搞這些經典。 衛鎮法師講百見道論。 見道就是八個穩。 穩就是五穩。 譬如五穩那些是什麼? 積習的意思。 積習八方面的內容, 其實就是一個分類。 將有報的一些基本的觀點, 通過八個方面, 通過八類去掌握它。 去分析。 這是哪一個作品呢? 是加多乾尼子作。 這是很出名的。 佛教的一個宗師。 加多尼乾,加多乾尼子。 另一個跟這一個是一種異譯。 異譯即是內容相同, 不過另一個翻譯, 就是後來原裝法師譯的。 法治論。 這個法治論的重要地方是什麼呢? 是數一切有報的阿皮達摩。 這個基本上是一個最重要的中心。 如果你說那麼多經典, 數一切有報那麼多經典, 選一個中心的, 可以作為中心或核心的經典, 法治論就是核心。 所以後來叫做什麼? 一身六足。 一身六足是阿皮達的一身六足。 身是否最重要? 身體最重要? 這些手腳是否比較次要? 所以法治論, 或者是百建道論, 是屬於身的方面。 即是最主要的。 亦都是光耀, 亦都是最光耀的地方。 這些是有報的基本的觀點。 所以他在成都, 聽這些法師說, 雜心、百建道論這些。 又再經過三五年間。 三五年間, 就救通諸部。 諸部就是那麼多部, 不同的。 不同的佛經的部類。 佛經的部類是什麼呢? 大家掀開這個藏經就會知道。 藏經目錄, 就會分到很多部。 有些經典是歸入柯瀚部, 即是柯瀚經那些。 習柯瀚經, 中柯瀚經那些。 有些經典是歸入波野部。 大波野經, 金剛經, 諸如此類那些, 就入波野部。 有些是屬於花鹽經。 他未必的名字叫花鹽經, 但是屬於花鹽的系統。 那些經典都會入這個部。 所以佛經, 佛經自己本身是分很多的部類。 所以如果是要掌握佛法的各個方面, 是不是很多佛經的部類都應該要知道? 或者起碼都有些概念, 知道佛經包括這些這些。 但是他在幾年之間, 佛經很多重要的部類, 他都已經學了。 那時他大概是多少歲? 13歲, 再加15歲左右。 他之前, 大約15歲, 可能再跟著去到這裡。 20歲左右, 大概是20歲。 已經認識很多, 很多佛經。 開始現在, 可以說是佛學方面, 很多已經能夠明白。 所以你一看到這些資料, 你大概心裡有數。 學佛法, 是不是越早學越好? 越年輕學越好, 你等到五、六十歲學, 這些那麼多部, 你都不知道怎麼搞。 你只能學其中一部。 如果你年紀大, 你就不要每樣都學了。 你就選一些你自己喜歡的。 譬如你喜歡般若步, 或者花艷步, 你就專精那方面。 因為已經沒有時間, 可以搞那麼多事情。 但如果你是年輕那些, 年輕有為那些, 你就各方面都要學了。 而且學的時候, 你會知道哪些是最重要的經典, 你就學那些。 你很快就會成為佛學的專才。 如果你要快, 你要有一個方法和途經, 才能夠快些成就自己。 他那麼年輕, 他當然可以每人都學。 但他都學, 他都是找名家。 而且在名家之中, 這些當時是最流行, 最重要的。 他就學了這一集。 聲語已經很高了。 他未去引渡, 他在中國已經有名氣了。 而且當時是很年輕了。 當時是。 好了, 到唐高祖。 唐高祖是李淵。 接著才到唐太宗李世民。 這是李世民的爸爸, 唐高祖。 到六二二年的時候, 他就在成都受巨足戒。 他現在是成人了。 他可以受一個出家, 比丘的戒。 比丘戒, 不是做沙眉。 年輕的叫做沙眉戒。 現在他可以做比丘的巨足戒。 然後他就離開成都, 一路沿著長江下, 東下再參學。 首先就去荆州, 即是湖北的天王寺。 天王寺他開始講學了。 他之前已經學了很多次, 涉大成論、雜心這些。 現在他開始有資格講, 因為他已經聽了幾次。 聽幾次的, 多數有資格講。 譬如你聽幾次, 唯息三十種, 你將來有機會講三十種。 你聽一次就不是很穩陣, 聽幾次都應該不錯, 還有幾個名家教你, 你已經可以掌握到他的路數, 還有他的精髓, 你應該有資格去教人。 聽一次就牙煙一點, 因為掌握未必很全面, 未必在多方面清晰去貫通。 但現在袁莊已經聽了幾次, 所以他可以講。 淮海一帶的明真, 聞風來聚。 聽到他們講經, 即是他已經有名氣了。 所以那些人就跟他, 你聽他講。 淮海就是, 大約現在江修的徐州為中心, 淮河以北和海州的地區, 即是現在的連雲講。 這裏就在淮海一帶講這些經典。 接著再去趙州, 趙州就是現在的河北省的趙縣, 那裏就跟這個道心學成實論。 純實論又是一本很重要的阿皮壇經典。 這個經典又是傳書網羅了報派佛教的重要的教理。 所以這些是屬於小城的經典。 剛才講的那個什麼, 雜阿皮壇心論都是小城經典。 原裝法師是大小城經典都學的, 不只是學大城, 一樣有小城。 一方面是佛教重要的道理在裏面, 亦都有大城的道理, 即是這一部論主要是小城的道理, 但都有少少大城的道理在裏面。 而且它是屬於哪個部派的立場呢? 經典部的立場。 這個經典部也是部派的時候, 是一個代表的中派, 和有部齊名的。 亦都是屬於高峰時期的那個中派。 因為部派法教有很多派, 我們知道部派分裂了很多派, 十幾二十派。 但很多派我們都不是很清楚去講, 主要是講些什麼。 比較流傳的比較多的資料, 就是書17有部, 我們最豐富了, 因為原裝法師譯了很多的資料。 經典部也少, 不是很多。 誠實論可以代表經典部的一種。 但在裏面已經看到, 經典部裏面的很豐富的內容。 亦都有大城的思想。 即是它其實是大小城之間的, 一些中派的理論。 但經典部和這個書一切有部, 互相競爭和互相排斥。 即是有部講的, 經典部不是很同意。 所以裏面有一些是對有部的一些批評。 這個也是很有名的, 部派的一些論書。 但由於這些涉及到很廣泛的佛理, 講解人也很少。 即是能夠講解人非常少。 跟這個人學這個誠實論。 即是學了經典部的思想。 表示, 除了書一切有部的思想之外, 經典部的思想也有。 再去揚州, 揚州是江蘇省那一帶, 聽惠優說的雜心。 又再聽雜心和接論。 你想想這兩部經多重要。 原裝聽完又聽, 聽完又聽。 所以你們將來如果有機會, 有些老師說什麼涉大成論, 你們就不要錯過。 你看原裝法師這麼聰明。 都要聽很多次。 他將來去印度又再聽。 所以這一部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經典。 精官去到唐太宗, 精官年號。 元年6、27年的時候, 元莊那時二十多歲, 大約二十五歲左右。 再去長安。 現在的西安。 即是。 又跟幾個名師。 道樂、法、嘗、真辨、懸惠。 這麼多名師。 鑽研這個驅舍論。 這個又是一個很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 數一切有報的經典。 它重要在哪裡呢? 如果你說, 數一切有報這麼多經典, 我都讀不了這麼多。 我只要選一部來讀, 就要選這一部。 這一部驅舍論。 這就是世親菩薩做的。 世親在學小情的時候, 做的一部。 驅舍就是這個。 Cossa這個詞的譯音。 驅舍就是什麼呢? 劫的意思。 因為劫可以收藏很多東西。 這部驅舍收藏很多道理在裡面, 所以叫做劫。 合床,合床的意思就是。 在說劫可以收藏很多東西。 阿筆達馬就是這個。 阿筆達馬就是這個。 驅舍論就是阿筆達馬。 阿筆達馬另一個譯法, 就是這些。 我們剛才說的那個。 阿筆達馬就是阿筆達馬的譯法。 只不过它译了什么呢 最后这个尾音没有译出来 阿比达就译了阿皮坦 如果译了阿皮达摩 是不是四个音都出来了 阿皮达摩 阿皮达摩是不是四个音 所以其实阿皮达摩阿皮坦 或者就这样叫皮坦 皮坦太简了 因为皮坦是指什么 头尾两句音都没有了 这个音译就会译得太简略 但很多时候因为尾音是比较轻的 所以很多时候中国翻译的时候 尾音是不译的 所以译阿皮坦也可以 阿皮达摩就最准确了 四个音都译了 皮坦是不是头尾都没有了 头尾音都没有了 这个是没有那么准确的 但无论它怎样译 即是用不同的翻译名词也好 其实都是指这个 这个梵文 这个梵文有几个翻译名词 这个驱舍论世称 世称这个人是一个奇才 就是无论多复杂的理论 或者多复杂的系统 他都有本事 将它很庞大的系统 用很简短的解种 将它浓缩 总括了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 將大皮婆沙論 二百卷大皮婆沙論裡面的那些重要的地方 全部用六百手縱砌出來 所以這個驅舍論出名的地方就是 二百卷那麼多的大皮婆沙論 用六百手縱那麼短的解縱 將它的精華總括了 很有系統性 所以這個驅舍論一出 它就名震印度了 馬上出名 當然它後來就不再學友報 後來轉了學維釋中 去到學維釋中的時候 它又是再運用它這一種的專長 是否將維釋這麼龐大的系統 用三十手縱又將它總括了 就是維釋三十縱 這個人最擅長就是這個 多複雜的東西 多龐大的東西 它就用幾十手縱或幾百手縱就總括了 三十縱也是這樣 這個驅舍論也是 如果有人說 又應該要讀 因為這是佛教精華 這是一本論 又再學什麼呢 涉論 涉論 涅槃經 是不是很重要呢 這個 先後參學了當時有名的學者是多少人呢 十三個人 很快就窮盡了國家的學說 遇滿京城 京師 長安 這個京師 當時很有名 什麼觸發到西行求法呢 原裝就聽了這麼多人說了之後 他就發現一個問題 就是這麼多的說法似乎有些不統一的地方 似乎這個人這樣說 這個人這樣說 究竟誰才是最正確呢 而當時流行就有兩個宗派 一個是涉論宗 專講涉論的 一個是地論宗 專講什麼呢 專講十地經論 十地經論我去年說了 大家都知道 讀過的同學也知道 十地經論是說什麼 十地菩薩的修行境界 這兩部論當時很重要 很多人醞釀 所以形成了兩個宗派 不過這兩個宗派後來當遺色宗流行的時候 這兩個宗派都衰落了 因為全部洩了去遺色宗 或者是花鹽宗入面 有關這些法相的說法不能夠統一 他就受到當時來中國一個 印度的真人叫做波普密多羅的啟發 這個人告訴他 在印度有一部論叫十七地論 是總括三成的學說 袁莊法師希望能夠 將大小成的各方面的學理能夠完全貫通 所以他就決心要去印度一個佛學中心 或者佛教中心叫做那蘭陀寺那裏求法 這個十七地論和這個法師是怎樣的呢 我們看看 他的全名應該是波羅普密多羅法師 他是中印度摩蝶陀國的人 他本身在印度去過那蘭陀寺 在那蘭陀寺跟過戒嚴論師 聽過這個十七地論 這十七地是哪一本論呢 其實就是儒家詩地論 但儒家詩地論我們現在知道 儒家詩地有100卷 在中國的翻譯來說 頭那五十卷就講十七地 儒家詩的修行的情況 儒家詩去過修學的境界 學些甚麼呢 就想有十七地的劃分 儒家詩地論頭那五十卷就講十七地 就由五色新雙英地 一直去到無魚伊列盤地 一直去到成佛的階段 十七地 他說這一部論是非常之重要 講儒家詩各個階段的情況 以及非常廣博的內容 就推薦這一部十七地論 見到十七地論就是儒家詩地論 這個人除了大乘經論之外 他還有小乘的經論都去學 大小乘都貫通 在精官元年 他帶了很多繁文的經典來長安 住在大興善寺從事翻譯 他是一個翻譯家來的 在我們中國 翻譯之中有哪些比較重要呢 般若登論重要 如果你今年有讀中論 今年有開中論的科 中論有八大家的注釋 其中一個大家就是清辯 清辯的那個 他那個解釋中論就是波野燈論 但這個很深的 解釋中論很多很廣博 但如果你要了解清辯論師 就要讀這個波野燈論 另外還有這一本 大乘莊嚴經論 這個是微立五論之一 即是無助菩薩是否創立遺識中 他創立遺識中的根據甚麼呢 根據他請兜率天的微立菩薩下來人間 說了五部大論 其中一部大論當然是儒家詩地論 但另一部就是這個大乘莊嚴經論 即是如果你要學遺識的系統 大乘莊嚴經論是其中六經十一論 其中一本論 而且它是微立五論的其中之一 是不是非常重要 這個很重要 如果有人說是否大家都要讀 千多年不是很多人說 譬如你翻譯了之後 經常是千多年 千多年不是很多人說了 所以當初說的驅舍律 大家要讀一下 如果有時間 大乘莊嚴經論又是 因為將來如果你往生 假設你是兜率信仰的 你將來想兜率天都是聽這些而已 主要是 你不如在人間先聽了 聽完之後你將來想兜率天聽 你就熟很多 你就聰明一點 所以你如果有時間 你就讀這個 所以我介紹一下這些經典 我們讀這個人物 去學些甚麼 我們大概心裡有數 知道這麼多佛經 成千上萬的佛經 我們選擇甚麼佛經去讀 這些佛經是很重要的 當然這些不是一個 如果你是對佛學認識不夠的 你就不要讀 那些真的假的你很辛苦 但如果你已經是有多少佛學的程度 譬如你已經讀了幾年的佛學 你就不妨去讀一下 它就會帶你看到佛學的領域是很闊的 很多方面 原來學佛學要這樣 很多方面要學 然後才你有全面的學養 就不只是很片面 或者很局限 而各方面你知道 整個藍圖 你佛學的整個藍圖應該是怎樣 這些大論就會告訴你 你學佛的藍圖是怎樣 我今天為了講到這裡 所以這就是奠定了 原尊法師為何要去西天求法 就是求這部十七地論 我說這些是不是很不同 我不是講故事 如果你以為是講故事 我最主要是想講給你聽 原尊法師學些甚麼 而學這些對大家 將來學佛的時候你有些甚麼 可以作為你一個啟引的方法 而且你要知道 掌握佛教最重要的東西是甚麼 因為我們現在譬如說 如果是以原尊法師作為榜樣去學他的時候 他學的東西我們是不是都應該學 如果有機緣就盡量去學 所以我們這個課程大概是講這樣說法 好了今天就講到這裡